大哥,你… 你去廁所這麼久,是不是湯來了? 湯完了,湯完再喝吧 夠了… 到頂了 這麼開心,到頂了也要喝 是呀,來… 來 不好意思… 在醫院?我馬上來 阿龍,不好意思 我兒子進去醫院,我先看看 進去廠嗎?他就不馬上進去了 你喝了酒,不要開車就算開了 好,謝謝… 走吧… 進廠,大家來前面 來… 什麼?這麼大單? 小姐 爸爸,你怎麼會這樣? 有行打架嗎? 不是打架,我和兩位師兄去耳武會友 耳武會友?拍戲嗎? 我早就在這裡功夫大師 突然騙郭Sir很有興趣 你學大勝劃吧 你最近不回店,你就是去學功夫嗎? 你不是學了什麼多媒體嗎? 為何無緣無故學劈門? 不是劈門,是大勝劈瓜門 上次那個課程教會入門的 沒什麼事,大勝劈瓜就不同了 夠了專門,又可以強身健體 看,是聰明了很多 聰明你的頭,滿著我學人打架 回家看看你聰明吧,低頭小聰明 來吧,一娘,沒事吧? 大哥,你也在這裡嗎? 大哥,你叫他大哥? 你不單是學打架,學人有黑社會 你是個小子 原來娘是你的兒子? 大哥,你誤會了 我們不是那些什麼黑社會 我真正的身分是震威武館 那種大勝劈掛門,流氏分之的掌門人 不過我怕這輩子叫我師父師傅 老子嘛,我叫他個個叫我大哥 你教拳? 不是教什麼? 原來那個傻瓜是教拳的 之前還差點被他嚇得鼻孔也沒肉 現在知道他不是黑社會 我們都很安心了 進去洗澡,看你,來,換衣服 這樣就糟糕了 怎麼糟糕了? 我剛才在醫院這麼大聲罵阿龍 哪有好意思呢? 老公,你別這麼好人了 對著這些人用不著不好意思? 他現在沒有背景 更不用怕他們尋仇 他嘗試再接吻我,我報警抓他 是,他說話聲大大,但人品不差 是我們當人黑社會 他…一來驚靜而已 他人品不差? 他教你欺負老婆,他人品不差 你再黏他,黏他久一點 他教你打老婆 這些人真是壞人,沒有朋友 你不要跟他親英道弟,拜託 對了… 是,謝謝 有機會 Gucci,你不睡了?我叫阿才載你回去睡 你們兩個徒弟的人打成這樣 你也能睡得著嗎? 他們是不時要這樣,沒甚麼 我是擔心你而已 你做武夫的總是說要切磋 有空的人來踢館 每晚都弄得全身傷了 你快要做人的父親了 我不管你 總之結婚的日子就要金盆洗手 你為什麼總是要我金盆洗手? 金盆洗手就接了一間武館 那我幹什麼? 你怕什麼找不到吃? 你過年出身的 最多就是開水果店 還不是開糖水店 買芒果、涼粉也可以 武館真的不可以放棄的 是呀,大哥 我們這麼多仙底,放棄太可惜了 你聽到了 你答應了我的東西,全部不算了 我記得我是答應過你考慮一下 但是沒說一定 大哥,你的手這麼髒 不如先去廁所洗手,別跟嫂子吵了 為什麼你一個一個這麼喜歡叫我洗手 很髒嗎?一定要洗的嗎? 抹一下它,擦一下臉 這樣就乾淨了 不要再叫我洗手 你們又說吃東西會餓的 下去吃東西,我們下去吃東西 待會不會回家 師叔…下去吃東西 吃雲吞麵吧 吃東西… 大哥,我們不回家,明白嗎? 再見… 劉小龍,一直以來在你的叔父輩面前 兄弟面前,我不是給你足夠面子嗎? 但我們說好了 我師弟,你什麼都聽我說的 你也要說得有道理我才能聽 怎麼不說道理? 你哥哥也教拳,你沒叫他洗手 他教拳,我說教拳,你只叫我洗 是不是有點不公平? 我哥哥的事又說嫂子,你的事就是我 你不讓我管你的事,那你不要搶我 你怎麼不說道理? 你也是在武館長大的 你應該知道我們身為掌喚人 那些心情才行 就是因為我也是武館長大的 我已經體驗了你們這些動手動腳的日子 我不想我兒子一出生就對著鷹槍 就是關刀 那怎麼辦?兒子突然喜歡什麼 是將來的事 你沒理由現在就叫我最擅長的角色 你叫他放棄 那你喜歡關刀,多點人喜歡我多點 那兩件事都放不起來說 關刀是我沒有的,我就比你沒有的 那就是說你不肯跟門洗手了 是,住先行不行? 好,不用洗手好嗎? 那分手吧,不要結婚 是,是住先,我是住先的,可以不住先 住… 生杯,麻煩你 怎麼樣?這麼好,讓我出來喝東西? 沒有,我滿滿的就有你出來喝東西 滿滿的? 不像吧,跟老公吵架吧 果然是瞞不了你,還是你最了解我 其實兩夫妻沙發窗很閒 她雖然粗魯一點 但她對你很好,很快就回來了 其實我今天約你出來 是有事想你幫我 大哥 小龍,來了嗎? 我多擔心你不在 其實今天來想跟你說一聲不好意思 想來想去,阿良 這件事真的我有點責任 其實與你無關 你不在乎,是我誤會你再先 昨晚這麼痛的語氣,對不起 這樣吧,不要緊 其實我挺害怕因為這件事 你生氣了我沒了這麼好的大哥 Kathy,你拿這個 好,小心點,有錢 嫂子 你…你幹嘛把二哥搬來搬去 我就是這樣,我免得客人進來 總是覺得我們跟關二哥格格不入 你知道我們這裡又不是警察局 又不是罵出局 我知道你害怕什麼 你們都搞清楚我不是什麼黑社會 我拜二哥因為二哥說義氣 義蓋雲天,頂天立地的意思 也好,實在我們又不是教拳 始終這個像跟我們 Only You的風格不太合 你看看現在漂亮多,清淡一點 阿嫂子去什麼路? 她說跟我們公司不合 不好意思,劉先生 麻煩你待會兒如果你離開的時候 帶關二哥一起離開吧 無論如何,我作為你的婚禮計劃 我有義務去提醒一下你 就是之前你跟我們簽了一份合約 就是若然你不滿意我們的服務 我們是不會給你那些金錢的 有疼嗎? 對不起,我忘記了 劉先生她不太懂英文 所以不是… 我老婆,不好意思 收到了,雖然聽不懂 但是表情和語氣都明白了 無論如何 就算阿娘以後不跟我學功夫 不是我的徒弟 怎麼算都是我指責 我今天特地拿了一瓶鐵打酒來 我們家傳的,挺好用的 讓她擦一下 不妨礙你,嫂子,先走了 再見 二哥,回見 現在哪有人鐵打酒的,是嗎? 叫姐姐去看醫生 好嗎?那我拿回小龍 小龍 小龍 不好意思,春鐵打酒 明白了,嫂子不喜歡嘛 她不想跟你有什麼瓜葛 我明白,你始終是男人 有時候不是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 我說何嘗不是 為了自己的東西 常常屈屈屈屈的樣子 想找個傾訴對象都沒有 如果嫂子不太覺的話 不如出去吃個午餐 聊聊天吧 好啊 Hello,北美的朋友仔 快點follow北美TVB USA 官方頻道吧 TVB精彩節目片段 每天更新,隨時隨地 追貼節目和藝人的消息